最近这两个星期关于COVID最爆的新闻 当然是关于重新感染这个问题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 如果感染过一次 第二次又很快再感染的话 那就真是没完没了 但我觉得仔细看之后 其实都未必是这么悲观 这个表就表示了这四宗重新感染的案件 第一宗是香港的案件 就是33岁男人 第一次感染是3月份 主要的症状是咳嗽 发烧头痛喉咙痛 症状症好之后 验到没有抗体 第二次感染是8月 完全没有病征 验到有复阳 但这次验到有抗体 第二和第三宗是比利时 一个是荷兰 因为这两个国家似乎有点私隐问题 病人资料透露出来不是太多 在比利时的案件 我们只知道一个50岁的女人 她第一次感染是3月份 病情应该不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感染的时候 她有少量抗体 到6月份她有第二次感染 但第二次的时候 病征也很轻微的 荷兰的资料更加少了 我只知道是60岁左右的人 她本身抗体已经很一样 应该有些长期病患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感染日期 都不太清楚 病征也是第二次比较轻微的 根据有限的资料显示 最近的案件是在美国内华达州 一个25岁的男生 第一次感染是4月份 病征是咳、头痛、喉咙痛、喉咙痛、呃和呕 到5月份 这个很短时间 再第二次感染了 病征也是头痛、发烧、喉咙痛 但这个就比较奇特 这个很明显第二次感染 病情比第一次更加严重 她需要氧气 而且这个需要住院 她第一次都不需要住院 在这4宗案件里 就3宗案件 似乎第二次感染 比起第一次感染 轻微很多 严格来说这样就未必是坏事 因为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不是一些all or none 意思是一样有一样没有的 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有些时候免疫系统 就好像人一样 有些人是聪明一点 就是做事快一点 有些人是短一点 要做多几次 就熟悉了才会做的 免疫系统一样了 如果说大部分人 如果正常免疫系统正在运作中的话 可能你感染一次之后 免疫系统就认得病毒 下次就能够很有效地 防止它再感染你 但是有些免疫系统 可能没那么聪明 感染了第一次之后 它就未是最准备好 去对付第二次感染 但是怎样也好 第二次感染的时候 它一定程度 它都是记得一点 不过印象模糊一点 应该它是有一定的 起了一定的作用 它未必完全能够防止第二次感染 可能都会感染到 但是病痴就会轻微很多 甚至乎传染能力 病毒的复制数量 没有第一次感染那么厉害 应该说免疫系统 其实已经有做事了 这件事其实并不出奇 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打的预防针 很多时候都不止打一针 比如说月形肝炎针 水斗针等 都要打一个加强剂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打第一针的时候 就怕抗体免疫反应不够 我们隔一段时间 隔一个月再打一个加强剂 让免疫系统更加记得这种病毒 而令我们达到一个长期的保护作用 第四宗病毒在美国的第二次病情 第四宗病毒在美国的第二次病情 比第一次更加严重 这个比较令人担心 其实最担心的 有一种叫ADE 叫做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的现象 举个例 在灯甲热就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人们感染第一次灯甲热 可能很轻微的 但第二次再感染灯甲热的时候 比第一次更加厉害的 原理就是身体对病毒产生的降大 这个质素不好 抗体如果好的话 应该是保护你 防止你再感染第二次 但是抗体里面也有一些猪队友 它不能够保护你不止 反而它会更加 令到病毒容易黏住我们的身体细胞 令到感染更加厉害的 美国内华达州这个案件 是否有这样的情况呢? 现在当然都未知道 一般估计应该的机会就不高 在全球二千多万人感染新冠肺炎里面 究竟有多少比例是重新感染呢? 这件事我们就需要长一点时间才会知道 最后有关疫苗了 因为很多人担心 既然抗体反应或者保护能力这么短的话 会不会打了针呢? 保护能力也很短呢? 疫苗发展现在的主流意见是比较乐观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我们发觉一种病毒感染了人之后 能够产生一个足够的抗体反应 而保护到我们下一次的感染 未必完全保护了 第二次的感染可能比第一次轻微一点 其实就代表这种病毒在人体里面 能够产生一个免疫反应 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就很有信心 能够发展出有效的疫苗 因为我们绝对可以做一些疫苗出来 无疑天然感染 令人体产生类似的免疫反应 去保护我们 有些病例如爱滋病 人体感染爱滋病之后 不会有一个足够的抗体免疫反应 所以这么久我们都不能够有爱滋病疫苗 就是这样的意思 比如以牛津那种疫苗来计 无论是抗体反应 T细胞的免疫反应 都是相当不错的 以现在的进展来说 应该多数人都要打两针 都要打加强剂 如果打了加强剂的话 保护能力应该就更加持久 也有很多人问 就说重新感染第二次的病毒 跟第一次的病毒已经变肿了 那么会不会变肿到疫苗都没有效呢 暂时来说 我觉得大家就不太担心这件事的 虽然病毒是有那个变肿的倾向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RNA病毒不变肿才是新闻 它不断是变肿的 都可以对付病毒的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订阅和小铃铛 留言点赞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